北京市朝阳区有一场特别的就业博览会 来招聘员工的不是全球500强公司 而是来自农村的维新企业 直缺多半是果园 民宿或拍摄乡村生活影片 一开始是想的就是进城来 就是跟城里的年轻人聊一聊 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乡村看到的 乡村的发展 我们在乡村做这些事情 小小的求职场地挤满年轻人 不少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大城市工作难寻 短短几天内已经有上百人应征 想去农村找机会 大家好 我是一个02年的农场主 我的农场一共有200亩 下乡从事电商拍影片 对岸官媒营造出现代农村 已经成为年轻人创业的乐土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 大陆政府近年鼓励青年下乡 或投入蓝领工作 但由于僧多周少 即使大学毕业生暂时屈旧 起薪也被砍很凶 美国之音报道 大陆顶尖大学毕业生起薪至少降三成 从疫情前的折合新台币4.4万 剩下3.1万到2.6万之间 更别说后段班大学 毕业生月薪剩下台币2万出头 继值学校更低连台币2万都不到 学历贬值的现象成为新常态 大陆迈入高龄化社会 延后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然而找工作已经够难了 大陆年轻人的就业困境 恐怕雪上加霜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